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佬這個Channel 成立這個Channel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Subscribe我們這個Channel,開啟旁邊的小鈴鐺,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多謝大家 第七場四百一千米,9.45分開跑,一位苗星,135磅一檔,布文騎,用天盤馬防 你買一個多月左右,試一貨閘,挑五貨 上場潘頓騎相當出色,一出閘就跟你搶放,回來一放到底 這次也要出一檔,布文,絕對不會差得過你潘頓 最主要是有足夠的回起時間,狀態好feel 你說要去打踏贏多一場,刺是可以 又富高八斗,135磅九檔,梁家俊其實是日本輝馬防 這日馬價一個月左右,挑五貨的 這日富高八斗上場竟然用後追的方法衝上來有個第三 因為你其實看見他早排那兩場都跑得一般 想不到比上次真是莫瓦跑這些後追的方法 是真的特別厲害的 一省起來,馬真的那些爆發力會出回來 這次換梁家俊,梁家俊手邊都重的 但是你說是否可以好像上次這樣追到齊呢 一定要有個快步速 三個胡椒君曹,134磅三檔,田桃騎,徐石馬防 今天這日馬價三個禮拜,跳了三貨 看來分數都有點準確 自從大前次得過第四之後 連續兩次都開始上不回名,跑得差一點 當然啦,三班來的嘛 他跑了上去三班跑,一定是這樣的 現在下來四班跟你跑 級數上,好佔優啊 這件事,因為胡椒君曹 絕對這次有機會搏爛的 自尊高飛,129磅五檔 潘頓騎,賽漢馬防 一馬搞了兩個禮拜,跳了兩貨 兩貨,兩貨拍跳來的 那上次報問 其實你都看到他轉彎有多虧的啦 他轉彎只要虧少些 快一步一定贏不到他 一定是自尊高飛爬低他 就是轉彎有一輩輩出來 被快一步在前面走掉了 所以潘頓一見到這隻馬 今次就拿出來跑了 快一步再跟他跑都不會有機會 威妙升他都不跑 那你選擇賽漢啦 這個大碼頭 幫你自尊高飛跑 我覺得自尊高飛的機會 就因為這樣而再更加提高 上場的走勢都已經很吸引了 電路7號128磅六檔 蔡英禮騎高等人馬房 這人馬隔了兩個禮拜 跳一課 上次到第四 剛剛好 叫有第四 其實 上次 你說是不是可以再近一點 我猜不到 竟然捱不住的第三 只有第四 那今次 用到阿蔡英禮 減他10磅 讓他輕一點 在前面再放得好一點 看看會不會這電路7號 今次呢 可以捱回一直位置 露帝豪之聲 1.18磅10檔 潘明輝騎 生了成馬房 這日馬隔了接近半年沒有跑 試了三課集 跳了11課 的確 這日馬上季呢 四班是兩邊的 但是 因為呢 隔了這麼久沒有跑 還有 你說今季復出回來 始終 這日馬因為有健康的問題 做過手術 那你不知道他還有多少斤兩在手 那你說看神操 看市集一叫做可以 那 狀態都不錯的 那但是這個10檔 還要這麼久沒有跑呢 我還是覺得 看一局先 7號快一步 117磅4檔 蘇兆輝騎 五盤戰馬房 這日馬隔了兩個星期沒有跑 那 跳了兩課 上次潘頓都九牛二虎之力 就是因為他轉彎 肯走先 還是著尊高飛追不到 那這次呢 換人了 大家打亂了 蘇兆輝騎這隻 那這次快一步呢 狀態都很適合的 你說 可不可以繼續打踏上名 有成績呢 我覺得沒問題的 但是你說要贏呢 真是很有形勢幫得到你 首先有得再贏到一場 因為始終 上場 你真是幸運贏到至尊高飛而已 8個飛行棋 117磅7檔 學生騎 黎超星馬房 一日馬試了三課閘 跳了14課 有三課拍跳 一課彈閘 黎超星的初出馬 來的 試雜看上去 這隻馬應該都質素不錯 但是這隻馬相當之細得 一千磅都不到的馬 不過是三歲仔 我想給他多點時間 再成長一下先 好 軒軒君子 123磅2檔 任命令騎學來馬房 這隻馬落地跑6鋅 沒有一次有走勢 隔了兩個星期左右 只有一課跳 看來最近的操練進度 都是一般 再加上馬狀態 有一半一半 我覺得要再給他多點時間 進駐市 120磅12檔 班德里騎 方家拍馬房 這日馬隔了兩個星期 跳一課 一課拍跳 自從呢 他贏完那場 5班12 上來4班 好像一般 會不會是想減分 再下5班才動手呢 這次做到7-12檔 我想都可以很順利地減分 11號心上市城 118磅8檔 馬騎 高拍身馬房 這日馬隔了兩個星期 跳一課 上場我不看好他 因為我都怕馬房 加上這隻馬 沒得打踏 想不到上場 穩定一樣 可以打踏 跑到回來的第三 因為始終嘗試轉場 看來 當然 你可以說他一檔幫到手 但以他上場 都能夠回到第三隻馬 穩定 有狀態 我覺得這場來說 你要他再這樣 上到名 難度不算太高 唯一要擔心的就是 沒有他一檔 會差多遠 十二號 楊明冠長 115磅111檔 波鍵士騎 偉大馬房 這日馬搞了兩個星期 跳一課 這日馬是那些 比較神經刀那些 一日起上來 他真的爆到你脫掉 但當你想想他會有在這的時候 他就可以跑到住塞 消失 沒有影 這次楊明冠長 下5班再想 這場四八千米 相當之 多好手在這裏 對女跑的 但我一定是搏 至尊高飛行頭的 沒得談 上次說真的 如果不是快一步先走 波紋轉個彎那麼出的話 絕對是至尊高飛行 最後你看到他850米 衝上來撲上來那個勢 吃了來就想 差一點點而已 上次快一步真的好彩 所以這四號至尊高飛 我一定是選他行頭 再來選威妙星 這兩個騎士是互換了大家的助騎來跑的 上次潘頓贏威妙星 布文騎自尊高飛 這次就調轉了 潘頓就拿了自尊高飛來跑 布文騎他的威妙星 那威妙星這次有什麼好呢 又抽過一檔 狀態一樣維持得相當之好 跑法簡單 我放到前面 那你追到就追 追不及我自己放在前面贏 所以這次一定是正先的兩隻 再來你不能不選快一步 雖然你說上次是幸運 但他真的贏得到 這個狀態本身有能力才行 還有狀態很合適 用了蘇紹輝 三大師傅 三隻大夜門 全部收拾在手 所以我覺得這三隻馬 在今場來說應該主宰大局 會選擇是首號 心上市城 上次的上名水準的確是不錯的 而且他開始穩定得到 我覺得都OK的 那你說有沒有冷門可以搏 我覺得三號胡椒君曹 五號電腦 七號這些 都無疑可以在四重彩冷腳搏 那你說帝豪之星這些 喜歡的就選下去 因為始終初出 你不知道還有多少底細在這裡 但是我自己個人看下去 就一般般 那所以今場的推介 就是四號 一號 七號 還有十一號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按訂閱這個按鈕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和我們交流的話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馬上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